身上的日報如影隨行 歡迎您加入這個小時的 週刊組節目 我是楊恩涵 屏東南州的角頭 阿濤 陳許豪 在2024年的8月15號 被人當街開槍身亡 震撼江湖 而在9月4號這一天 屏東老家也替他 舉辦了告別的 各界人士送來的白色米塔 從會場一路排到路口 也被形容有點像是 日本的黑布立山 而現場更有超過8億台幣的 名貴超跑送行 只是吊業人數超過上千人 就怕電影周楚楚三害中 陳桂林 桂林娜的橋段真實上演 所以現場也出動了超過 200名的警力 要逐一盤查到場的黑衣民眾 告別市會場外圍的馬路上 總共有51輛的超跑名車 緩緩前進 這一些總價將近8億的車隊 都是為了要從屏東角頭 綽號阿濤的陳許豪 走完最後一程 引人注目的 還有聳立在路旁的白米塔 綿延將近200公尺 從路口到告別市會場 外界形容 就像是日本黑布立山的 大雪壁 因為你看過去就是一個白色的峽谷 非常非常的壯觀 說實在話 我們真的很少在台灣的黑道上 以上看到這種奇境 感謝一早 吳一早 這位被稱作是新一代勢力的 地方角頭陳許豪 因為個性海派交友廣闊 在他告別式的這一天 現場也湧入了上千人 看過去全是黑鴨鴨一片 場面相當浩大 也堪稱是近年來 南部地區規模最大 最隆重的告別式 而陳許豪的妻子 也是屏東的鄉民代表 他步履滿山 強忍悲痛 披麻帶笑地牽著兩個年幼的孩子 但是在會場外 卻又是另外一番景象 因為畢竟他在外面的恩恩怨怨 還有很多世未解 所以也擔心會有人鬧事 電影中處除三害中的陳桂林 在黑道告別式上拍槍殺人 就怕這場聚集各方勢力的現場 會成了電影的真實翻版 警方嚴陣以待 其實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戲頂算是一個 比較隆重的地方 大概大家都比較不會 這麼樣的一個囂張 而且不給商家面子 從搭建舞台開始 警方就已經派人駐售 尤其在告別式的這一天 從會場外圍就有霹靂小組 全副武裝 鶴槍實彈 在路口攔檢盤查 要進入會場的人 都要蓋章之後才能放行 警方總共派出了 兩百七十一名的警力 負責廠內外的搜證 現場罕見的連檢察官 還現身作證 黑白兩邊僅有一線之隔 現場查獲的通緝犯和未成年 通通依法送辦 而從來悼念致意的鎮商名流 還有地方紳士 就能看得出阿濤陳許豪 在屏東道上的地位和人脈 其實他是屏東地區來講的話 二代非常有名的 他爸爸也是屏東那邊的地方名人 他的這一場葬禮 可能會成為屏東 最大的一場黑道葬禮 隨著這場告別式的落幕 會是象徵著一大勢力的結束 還是對當地方派彼此角力 投下另外一顆震撼蛋呢 接著我們先回到案發 8月15號當天 在高雄左營的周遊店門口 監視器也清楚拍下了 槍手持雙槍 而警方也發現這個槍手 凌晨就在外頭埋伏 接著槍身大作 阿濤 陳許豪被人連開八槍身亡 高雄又成為港都 是直轄市也是六都之一 更是南台灣的第一大城 而其中的左營區 更是高雄市人口的第三大區 在這麼熱鬧精華的地段 卻在8月15號的中午 大馬路上傳出好幾聲槍響 光天化日竟然槍身大作 把附近住戶全嚇傻了 開槍的地點在這裡 左營區的明華一路 這一間桌遊店門口 據說就是有一群男子 走出店門口之後 然後被一個槍手 然後追上來之後 直接連開多槍之後 當場拘殺 當街開槍殺人 會是誰如此囂張 警方到場一看 發現被殺害的人 是南部警方 一直有掌握的屏東角頭 綽號阿桃的陳許豪 年僅37歲 而殺害他的槍手 竟然在犯案之後 主動投案 他在做完案之後 也許是幕後人指導的模式 馬上就到派遇所去投案說 人是我殺的 陽性槍手開槍殺了腳頭 他不跑也不逃 還帶著作案用的兩支手槍 子彈42發 大剌剌的向警方自首 陽性搶手 他為什麼要去拘殺陳許豪 然後發覺 他也是屏東當地人 而且他曾是 詐騙集團的其中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幹部 可是 他並沒有所謂的 大咖到什麼程度 詐騙集團的幹部 跟腳頭陳許豪 能有什麼樣的糾葛呢 因為跟陳許豪 有五十萬的債務糾紛 因為之前跟他多次的討債協商之下 他不願意還錢 只為了五十萬元 就槍殺腳頭大哥 這不但是重罪 還可能會引發 道上的追殺 很少人啊 會為了五十萬 這個數目去殺一個大咖 陳許豪何等人物 他是所謂屏東地方 一等一的腳頭 警方回頭逐步調查 先從監視器還原案發當下 當天就丫頭帶著他旗下的 四個小弟 到了這個左營的這個桌遊店 一路從前一天的下午時間 然後去玩到第二天的凌晨 許多許多所謂的桌遊店的 這個遊樂場 那實際上他竟然都是賭場 而桌遊店背後視力 也是警方不敢心意忽視的原因 因為他是高雄的一個很知名的 腳頭開的一個賭場 所以表示這個賭場也 也確實有一些問題 屏東的腳頭北上來到了高雄 這一定是身邊親近的人 才可能知道的行程 他其實凌晨的時候四點多 就已經出現在桌遊店的門口 看地形 然後在一旁白色小轎車上埋伏 那又會是誰透露了腳頭 陳雪豪的行蹤呢 為什麼會被槍手提早掌握 所以當時警方有懷疑說 是不是他的組織裡面 出現了內鬼 而最讓警方起疑的是 槍手的手法並不熟練 身形高大胖胖的槍手 身插兩把手槍 連開兩槍之後 槍手本來看他倒地了 那一度想要逃跑 誰知道彈夾竟然掉在地上 所以他又回仇 撿了彈夾裝上去之後 再回去 再對這個陳雪豪補了好幾槍 身中大概七槍到八槍 開槍當下 一反常害的行為 讓原本就疑點同同的槍結案 更加酷朔迷離 他竟然是連續幫我幫我開完 開完之後呢 怎麼沒有人去追槍手 然後阿桃出去 你跟著小弟沒有帶東西嗎 你怎麼沒有第一時間去回籍 案發之後還有人夢到了 被槍殺的腳頭阿桃 陳雪豪 在夢裡面下了指示 那陳雪豪的弟媳婦 他突然間說 跟他的弟弟說 大哥有托夢給我 對 然後跟我講了很多很多的話 但是重點就是說 希望就是大家要好好的過日子 是死者的放不下心 還是被埋伏開槍的心有不甘 這一切都要等警方 進一步調查釐清 在槍結案的背後 還有沒有沒說出口的真相 這個阿桃其實才37歲 而個性火爆又趕衝的他 難免在江湖上也會和人結下恩怨 早年他追隨的其實就是亞洲大毒霄 人稱屏東毒王的林孝道 他走私毒品海洛因還有安非他命 每年經手的毒品生意高達上百億元 不過在2020年的2月 林孝道被捕之後 陳雪豪疑似也承攬了南部 他的毒品路線 成了屏東地區這邊新竄出的腳頭 事業是風生水起 不過他卻和兒時玩伴 綽號雷孟的林姓腳頭鬧翻 還互相持長槍 開槍較勁 屏東縣位在台灣的最南端 也是西部最狹長的縣市 而這個充滿南國風味的地方 卻曾經有黑道故鄉的稱號 最主要就是因為早期的 屏東縣議長鄭太吉 還有林峰德犯罪集團 不過係數屏東腳頭 其實還有區域之分 屏東地區其實是分為 屏北跟屏南兩個 兩個稱位 在屏北地區 有一個長期的老腳頭 然後盤踞整個屏北地區 然後它是專門做殺死的 然後聚成也是火力強大 所以說基本上 在屏北地區 沒有人敢踏進它的地盤 也就是說 殺死業全部都承籃 然後在當地非常非常有勢力 其中屏南地區的 終身帶腳頭勢力 也逐漸大洗牌 平南地區就分為兩大掛 一個就是所謂的南洲坎頂掛 那就是陳許豪這一掛 然後另外一掛 就是一位林姓腳頭 這一掛 然後這個屏東的 南屏東兩大掛 都在做什麼 過去都是在做所謂的走私 據傳這一次阿濤陳許豪 遭到槍殺的桌遊店 就是高雄腳頭手下 頭號大將所經營的據點 而在這個地方發生命案 地點頗為敏感 其實陳許豪相當的年輕 不過三十出頭 那可是他真正發跡 真正為這所謂的 在地方上 或是說全國的道商兄弟 讓大家去了解這個人的時候 大概是在十多年前而已 大概是2015年 原來這個阿濤年輕的時候 跟著的老大就是台灣 三大獨銷之一的屏東獨王 林孝道 而他幾乎是拿下了南部毒品 海線上的所有生意 每年光是他經手的毒品 就高達上百億元 他跟隨著台灣最著名的獨王 叫做林孝道 這個林孝道 他是專門在運走私毒品的 在國外製作毒品 然後運回台灣的一個 台灣的獨王 那陳許豪跟在他的身邊 反正就是當作小弟 去運包括協助他 可能是其他的這些事項 運毒事項 所以說當時在2018年 林孝道落網的時候 那他就陳許豪也當然一併的被抓 擺滿桌的雙式地球牌 海洛英磚一字排開 數量多到連桌子都快放不下 這一些總數要價 15億元台幣的毒品 在屏東南田海岸 被檢警全數查獲 而這一起走私案 也讓國際大獨銷銷銷道 和底下黨羽 陸陸續續遭到警方逮捕 其中也包括阿濤 陳許豪 可是後面他很幸運的 因為他可能只是外圍組織 負責外圍組織 所以他並沒有 並沒有說涉案 可是我們要看 他當初年輕的時候 他是那種 所謂的飆車族起家的 然後他的爸爸 在當地開了一個很大的一個 私人宮廟叫做成宮館 這間屏東南州的成宮館 斯坦里祭拜廣澤尊王為主 是在地人的信仰中心 而老館主原先是阿濤的父親 陳慶豐 但是他在前幾年過世 而為了讓老爸走得風光 當年告別式也斥資了四百萬元 老爸陳慶豐走了 而兒子阿濤接棒 他活躍於抖音等社群媒體 相當高調 也因此有南州傳奇的稱號 林孝道入獄之後 然後他接手了 他底下的其他的 在運毒的一些東西 或是一些走私的一些東西 所以說他馬上 這個身價爆漲 如果阿濤真的把林孝道先前 在海線上的毒品走私生意承攬下來 那光是運輸費用 就賺得盆滿缽滿 從一個小弟 突然間掌握了很多資源之後 變當地的大哥 然後變當地的大哥 然後變大哥之後怎樣 因為也就是因為他們負責 所謂的槍毒走私這一部分 所以他的火力很強大 火力非常非常強大 在屏東地方是沒人敢惹他的 37歲的阿濤在地方上爭議不少 因為個性火爆和人相處上 也引發了不少恩怨 就連從小跟他一起長大的玩伴林孟 最後竟然也成了死對頭 他跟林孟原本是 從小到大一起的好朋友 玩在一起的好朋友 是一直開始有了這個地盤利益糾紛之後 然後他們才開始交惡 甚至互相衝突 就是在2018年的時候 那時候 因為這個林孟旗下的一個小弟 也不知道到底是被他說死 還是說跟他發生了衝突 有一天他就對著這個 陳許豪的車隊開槍 結果打傷了這個陳許豪的小弟 那結果 當然一定要報回這個仇 所以陳許豪的小弟 當時就直接衝到這個林孟的地盤去 也先對林孟跟他的另外一個小弟 住處開槍 雙方成了最大的敵人 彷彿把對方住家都當成了打靶場 短時間內引爆多次爭亂 那開槍完之後 林孟也不是省油的燈對不對 馬上就派了小弟去對這個陳許豪爸爸的 宮廟成功館開槍 那這時候你知道 陳許豪就押起來了 就押起來了 開完槍之後 他馬上親自 親自帶著一把長槍 然後衝到林孟的住處 先開了二十幾槍 開了二十幾槍之後 就覺得還不夠 所以他馬上開車又開到台南 林孟所開的一個當鋪 再開二十幾槍 然後就再開回屏東 然後跟警方投案 你一來我一往雖然都沒有人中彈 但似乎是面子掛不住 過沒多久 馬上又遭到對方報復 而雙方似乎也透過開槍 再互相交進 這時候林孟開始要反制他 所以也親自帶著小弟 開車到陳許豪的家 還有他老婆楊子儀開的髮廊 還有這個當戶 也到處開槍 一樣尋同樣的模式 開完槍之後 也拿著槍槍去投案 所以這一場連續的槍戰 槍擊案 是平通大概史上 也甚至是台灣史上 第一次說 在那麼短時間 那麼密集 然後開那麼多槍 而且火力強打的街頭 互射事件 這樣一連串的槍擊事件 也讓陳許豪一審被判刑八年 案子還沒進行到二審 就發生了槍殺案 而在外界看來 阿桃 陳許豪就是一個地方惡霸 但是當地同鄉 卻對他有不同的評價 但是喔 這一次陳許豪遭到槍殺 卻有不少的他的同鄉人士 卻感到很可惜 為什麼會覺得很可惜 他的同鄉人士這樣子形容他 他雖然做事衝動 個性暴衝 但是他對於鄉內的大小事 他全力協助到底 所以他在這個坎鼎南軸這一代 就是有這種喬世王子之稱 也是因為他如此認真協助 鄉里間的大小事 他的妻子年僅二十八歲的楊子瑜 更是第一次出來參選 就選上了坎鼎鄉的鄉代會主席 當時陳許豪本來一度在 鄉人的簇擁下 他本來自己要出來參選 民意代表 鄉民代表 但是 對 但是問題是 因為他有案在身 所以他沒辦法選 楊子瑜在當地算是一個 知名的大美女 對 當初下嫁給他 本來是一個在政治上 是一張白紙 對 是一張白紙 但是在陳許豪的這個 推波助欄下 他就是一借素人的身分 進來參選鄉民代表 然後第一次參選 就第一次高票當選 這時候他才二十八歲 就是說原來你的政治實力 那麼的強 那所以說有在楊子瑜的這個背景下 那當然陳許豪在當地走路更有風 可是問題是 他跟這個檸檬之間的這個爭端啊 就是不斷的延續 不斷的延續 到現在一直都無盡 不知道有什麼鬧桌的嗎 我們知道做到是誰了嗎 2022年阿桃父親陳慶豐因病過世 兩年多過後 阿桃 陳許豪竟然遭到埋伏 開槍身亡 如今屏東黑幫生態 恐怕又在將重新洗牌 隨著阿桃被槍殺 極有可能南部毒品走私的版圖 也將重新被瓜分 引發另外一場風暴 而就像近期最夯的電影角頭中 王陽明所飾演的Michael哥 他不斷想要拓展自己的毒品市場 賺更多的錢 更不惜和其他人撕破臉 想要一同併吞他人的地盤 戲如人生 接下來我們要講到的是 台灣南部最大毒銷 屏東毒王林孝道 他曾經是正太極的死對頭 每年更經手上百億的毒品生意 只是最終他還是踢到鐵板了 帶您來看 大概這十多年來 各地 從世界各地 運往台灣的毒品相當相當多 所以一度成為讓台灣 有所謂的毒品中繼戰的這個名號 所以說我們的警方 也開始一直在尋現 不管是從透過美國FBI 在砌毒局 甚至是有東南亞各國的一個協助 他們都一直想要找出 這所謂的運毒管道 直到他們突然發現了一支 國外的不明船隊 專門走私毒品進台灣 原來在2019年7月 緬甸毒銷本來想要走私 870塊的海洛英磚來台 但是接駁的船隻 竟然突然失聯 大批毒品飄向公海 警方尋現埋頭查氣 順藤摸瓜 最後才追到幕後藏進主使人 就是56歲的林孝道 也是從這時候 才讓這個每年經手上百億毒品 生意的屏東大毒銷 浮上了檯面 可是你們以為他是一個很高調的人嗎 並不是 他就是住在一個屏東跟高雄 就是一個很簡陋很簡陋的平房裡面 然後他平常就是穿拖鞋 然後穿短褲 然後可能吊嘎這樣 然後自己這樣子生活 屏東毒王林孝道曾經和 屏東新議長鄭太極齊名 當年鄭太極槍殺中原風 林孝道為了替中原風報仇 也多次找機會拘殺鄭太極 更一度爆發槍戰 因為他那時候 林孝道跟鄭太極不合 所以他還持槍去槍殺正台 結果沒有成功 那入獄了之後 就認識了很多製毒方面的師傅 所以他出獄了之後 就跟這些製毒師傅聯繫 然後順便帶著高度的這個技術 到了大陸的廣州 從廣州那邊開啟了這個製毒工廠 結果這個生意越做越大 這名聲遠播 東南亞這邊很多的 這些所謂的毒品集團 毒王 紛紛就聘請這林孝道 還有他的製毒師傅 往東南亞發展 去當作顧問 林孝道靠著製毒師傅 在柬埔寨金山角和太緬邊境一帶製毒 因為技術好 純度高 不僅自己賺大錢 他幕後合作的毒王們 地位也全部跟著水漲船高 你們知道他可怕的地方是什麼 後面他把他的據點移到菲律賓 好 他在菲律賓 裡面組織了大概十多艘的運毒船隊 然後這十多艘的運毒船隊都是大船 不是我們看到的小漁船 每一支船隊上面都配有武裝軍隊 都是全部的武裝軍人 就是遊擊隊等等 然後這些船隊負責什麼任務 他們就是在菲律賓 前往菲律賓 前往東南亞幾國 然後把當地的毒品運出來之後 然後運到台灣的外面的公海 然後由台灣這邊當地的小地 然後利用小山板或是漁船 然後去接運之後走私來台 通常他們先用小船 將毒品運至屏東小琉球的海岸 再透過俗稱的水軌接駁上岸 水軌是什麼 蛙人 就像蛙人部隊那種水軌 那因為他們發覺 如果我們用漁船或山板 走私到這港口裡面 很容易被抓 所以說他們就乾脆採取所謂的 海上丟包方式 就是母船在把這個貨 運到這漁船上之後 然後漁船已經快接近海岸的時候 他們不選擇上岸 他們就用這個浮球 做好標誌之後 把毒品撐到水裡 撐到水裡之後 就由這個水軌 然後趁著夜黑風高 沒有人的時候 從海岸下去潛水撈上來 警方更透露他們的母船 是一艘200噸級的中大型船艦 船上還配有海水淡化設備 甚至配有兩人做的直升機 可以隨時逃跑 未來恐怕也將動用東南亞國家軍艦 才抓得到人 而天有不測風雲 透過水軌運毒 如果風浪太大 價值百億元的大量海洛因磚等毒品 恐怕將瞬間化為烏有 或是飄到岸上 台灣的屏東 然後高雄 還有包括 台東沿海 常常出現很多這種所謂的 不明毒品事件 其實後面警方一追查才發覺 好多都是因為 可能因為風浪大或怎麼樣 甚至被海巡追棄 然後林孝道的這些毒船們 把這些毒品丟下來 所造成的南屏東這些 幾個角頭的部分 他們就大概都是接續 做所謂的台灣 接送的這個部分 但接送這部分 利益就已經不得了了 毒品背後如此龐大的利益 一般人恐怕難以想像 但是總有踢到鐵板的一天 對林孝道來說 這塊鐵板 就是菲律賓總統杜特地 他一上任就要去 勢力要少 所以目標是針對 林孝道 林孝道也是被杜特地 第一個點名的 上任後第一個點名 他就說 我就是要逮到你 所以他嚇到 趕快跑回台灣 2020年3月 林孝道被捕 隔年被判處 18年徒刑定驗 其餘9名同夥 則是被判8到17年不等 而這位百億生家的 獨銷人生 也在他56歲這一年 兼正式落幕 接下來帶您來到 南投的民間鄉 在這一條幽靜的產業道路上 有一個人身中槍傷 倒臥在了血泊當中 明顯死亡 而警方趕到現場之後發現 死者是當時縣長的外甥 而他的太太 居然還是民間鄉的代表 會是誰這麼大膽 要了鄉代勞工的命 這裡是中日高民間消費站 旁邊的產業道路 不是當地人 根本不會知道有這一條路 其實那種產業道路 在鄉下算是蠻多的啦 平常很少人來出路 會出路都是一些農夫啦 我們就是有在附近 有土地有在耕作人 那一般晚上幾乎是 人人喊字 民國93年2月 某天凌晨一點多 突然救護車鳴笛聲 和警笛聲劃破了年紀 偏僻的產業道路 怎麼一下子 湧入大批警察和救護人員 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這個故事要回收到南投分局 新家派出所接到的那通報案電話 開始說起 他說民間鄉的鄉民代表 英安 第一關產業道路 叫我們的槍擊死亡 民間鄉代表的先生 遭槍擊死亡 不僅死者身份敏感 關心者可是一條人命 這怎麼得了 電話那頭的員警 趕緊通報偵察隊 大批警方立刻趕到現場 發現死者的摩托車 就倒在馬路中央 進一步檢視死者身上傷 在現場有發現 兩顆蛋殼 初步檢驗的話 是身中兩槍 一個是從腋下射進去 另一顆是從心臟射入 死者身上明顯有兩個彈孔 警方第一時間通知家屬到場 更確定的死者是五十六歲 綽號淋眉的男子 死者是當時的現場的外甥 死者竟然是現場的外甥 他特殊的身份 讓警方承受了不小的辦案壓力 其實不只是他 清查下去 連他的家人 在地方上也都赫赫有名 死者的兒子 是當時部議長的一個司機 他太太是民間鄉的一個代表 那平常熱心公益 所以說算是有名的地方人士 一家四口 有三個人在地方上名聲響亮 警方的辦案壓力 不單只是來自家屬 連當地民眾也都在問 淳浦的鄉下 怎麼會發生 槍擊殺人的案件 根據死者的太太講是說 他送一些衣服還有酒 去找他小舅子 可能這個死者 平常有那個喜憲 他可能大概六點五 回家吃飯之類的 那可能這是因為 打電話沒有接 都好像要找人都找不到 才會認為說 怎麼異常態說 平常不是這樣的 那天死者出門找小舅子 竟然出門之後 就沒了依序 太太再看到先生 卻成了一句冰冷遺體 這讓他怎麼能夠承受 一個地方上 有身分地位的人 遭槍擊死在產業道路上 真的非同小可 這件命案在平靜的村莊 引發宣染大波 要破案 警方得從現場找尋蛛絲馬跡 因為他家屬有自己講給我們說 他身上當時有帶著八萬塊 那我們當時去到現場 死者的身上錢都沒有了 死者身上的八萬塊 竟然不翼而飛 連隨身攜帶的手機也不見了 這讓警方有了推敲的輪廓 死者的身上錢都沒有了 而且有傷 有彈孔 從現場看起來 好像類似一個強盜殺人的 一個刑案現場 難不成歹徒是埋伏在產業道路邊 隨即等待機會下手的嗎 但是警方越想越不對勁 這條產業道路幾乎沒什麼人車 在這麼偏僻的地方 強盜殺人有可能嗎 不符合常理 因為那個地方實在是很偏僻的 那個時候 你說以一個 嫌犯要作案的話 他有可能會在那邊埋伏等人 搞不好他等了一天都沒有人 都沒有車子過去 你在那邊埋伏 要準備要搶路人 那萬一他身上都沒錢 警方推斷沒有歹徒 會埋伏在偏僻的道路 看來這絕對不是件 單純的搶盜殺人案 從外套上的燒煮痕跡看來 這像是行刑式的槍狀 如果單純要他身上的錢 搶走就好了 有必要取走他的性命嗎 甚至還近距離開槍射殺 這擺明是要置他於死 那我們後來有發現到 就是比較不尋常的 就是發現他的 他可能有一些債務問題 那我們清掃大概營養的部分 大概可能我們大概 負債大概一千五百萬左右 本身也有牽頭 那自己也是 我們調查他也有當主頭 一千五百萬耶 這雖然不是一筆小數目 只是以他家的實力 要還錢應該不成問題 有沒有可能是選舉糾紛 才惹來殺雞 他也不是說單一息子 他是很多息子 所以說這個狀況 比較少 再加上死者和太太 在地方上是熱心工藝 出了名 一人當選還兩人服務 他們夫妻幾乎可以稱作是 當地的土地公土地婆 有求必義 獲得了不少好評 要選上絕對不是難事 死者太太她本身就很熱衷 在政治這個區塊 而且她也算是 連任了好幾間的一個 鄉民代表 他們夫妻在地方上的 風評還算不錯 感情很好 堅決情深 就是出上路對 從現場計證來看 在這麼偏僻的產業道路行凶 肯定對當地的地形路線 相當熟悉 還要知道死者經濟狀況 不外乎就是熟人 再加上歹徒手法激進行刑事 不排除是擔心被死者認出 才痛下殺手 警方決定從地緣關係中 尋找可疑分子 發現附近 剛好有一個毒品人口 叫阿明的 他是一個毒販 他也很缺錢 我們認為蠻可疑的 有做進一步的調查 警方根據地緣關係 追出了一名叫做阿明的男子 他不僅是毒品人口 最近手頭還很緊 加上他是當地人 肯定對死者臨媒的家庭環境 了弱執掌 或許就因為缺錢 他才想要從死者身上撈些油水 阿明這個人的身分 完全符合當初警方的推測 現在不能打草金蛇 先從阿明周遭的人 旁敲側擊訪查 沒想到 讓他辦劍情 從這方面來看 應該是相當 還有交情相當好 阿明竟然和死者臨媒 情同兄弟 感情還好到超乎警方想像 這讓原本以為 案情露出曙光的專案小組 心馬上涼了一半 目前這起案件 依舊在原地打轉 而死者不僅是縣長外甥 還是鄉敏代表的先生 無論如何都得揪出歹徒 兩發子彈八萬塊 加上一條人命 警方能從這有限的線索中 揪出歹徒嗎 專案小組 費了好大一番功夫 從走私槍械集團 找到了一個叫做阿明的男子 加上秘密證人的指控 這個阿明嫌疑很大 但當警方找到他的時候 他人正在入肩服刑 難不成警方找錯人了嗎 死者和鄉代表的太太 在南投民間鄉 算是相當活躍 地方上幾乎沒有人 不認識他們夫妻 在這麼單純的鄉下 發生槍擊殺人案 加上死者是縣長外甥 又是鄉代表的丈夫 當地民眾一輪紛紛 大家都睜著眼睛看 警方要怎麼辦下去 釋放現場有遺留兩個彈殼 警方決定以彈追槍 再以槍追人 現場唯一的就是 兩個彈殼而已 鑑定出來這個彈殼 應該是改造的子彈 改造的手槍打出來的 後面還是一個批號 所以他們當時 就以槍來追人 就是從開始清查他們 所有改造槍械的一個 嫌犯的這些資料 清查的過程中 追出了一批改造槍械的嫌犯 就在監控過程中 沒想到刑事局 竟然也在追查他們 原來他們犯槍的足跡 踏遍了中南部 我之前有抓到這個犯槍集團 賣給一個高雄的買方 抓到的時候 結果他們這個子彈 當時有查過一支改造手槍 跟二十幾發的子彈 高雄子彈的批號 在一個多月後 竟然意外連到 一百八十多公里外的南投 跟他們資料匯整以後 我發現這個死者的旁邊 那個彈殼的批號 跟我高雄查過這個買方 跟那犯槍集團買的 這支槍的那個子彈的批號 一模一樣 高雄 南投子彈 竟然都來自同一批槍 現在只要能追出這個犯槍集團 要追殺死民間鄉 代表丈夫的歹徒 應該不難 稍微有一點希望 這應該是 這一把槍應該是從這個 販賣的這個集團裡面 販賣出來的 南投警方和刑事局 中部打擊犯罪中心 現在聯合起來氣胸 要讓兇手無所遁形 當初我們有查訪到一個 一個秘密證人 他有透露給我們 說當時啊 連被他一個好朋友 叫陳 做這件事情 一聽到阿民這兩個字 警方也傻了 他和死者 不是情同手足的好兄弟嗎 怎麼繞了一圈 又回到阿民身上 有了秘密證人指控 再加上案發前 死者的確和他有 密集的通聯記錄 讓阿民嫌疑越來越大 阿民人在監獄裡 難不成他有分身 會不會是警方搞錯人了呢 面對警方的詢問 阿民提出了在監執行的不在場證明 只是他入監服刑的時間 根本是在案發後 表示他案發當時人還自由得很 要下手絕對不是難事 但不管怎麼問 阿民就是不肯說 眼看要到了環間的時候 警方只好動之以情 再不講的話 我想你也對不起那個死者 那你自己也良心也過意不去 對不對 你們兩個我們知道是好朋友 就用那種 把他感化那個 去開導他 讓他能夠說出事情 最後阿民搓了搓手 甚至大氣一探 頭一滴 警方知道阿民租了好久的新房 就要瓦解 沒想到阿民說出來的話 讓警方嚇了一跳 後來他自己真的 新房也卸下來了 他說他拜託我這樣做 什麼 阿民竟然指稱 是死者李妹要求他 拜託他這麼做的 這到底怎麼一回事 阿民 你得好好交代清楚 他就說 這個李妹 就找他去 跟他講說 等一下 我們家很難過 我本身我自己身體也不好 我想說 我要用一個 就是說 用搶劫殺人的這個 這個方式來炸領保險金 真的萬萬沒有想到 阿民竟然把整件事情 推給了死者 他一定是咬定死者 不可能再跳起來反駁 只是聽在家屬耳裡 根本是在傷口上撒鹽 根據阿民的公詞 死者是想找朋友 以槍擊的方式 製造強盜殺人的假象 只是警方哪那麼容易上當 得查清楚再說 這個阿民認了是他開的槍 但沒想到他卻說 是死者拜託他這麼做的 結果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發現他從92年的 10月底到93年的2月6號 他總共投保了六次的 這個段期的離合平安線 而且都屬於計額的 大概連意外線加起來 大概有3500萬左右 其實他本身是 他本身也得到那個癌症 身體狀況不佳 好像是有得到肝癌 但光是罹患肝癌 和投保巨額保險 這還不足以證明 死者是想要加工自殺 警方再往下追 意外發現 原來死者不只找過阿民一個人 其實他到處拜託 希望有人能當他的槍手 警方每查一個試證 就越增加阿民公辭的可信度 很合理的懷疑說 這有一點像夾工自殺 為了要炸領保險金 讓他家裡面比較好過 動機有了 人證也有了 但是最重要的物證 就是那把行凶的槍 到底從哪來 買槍的人又是誰 改造槍械集團這些高兄弟 高姓兄弟他們都已經承認了 他都已經承認說 有賣槍給你們 沒想到買槍的人真的是死者 現在那把胸槍在哪裡 可是重要關鍵 只要胸槍沒有找到 一切都是白搭 警方要阿民仔細迴向 後來我們就問這個蛋 你穿床之後 你穿台下 因為我的金鐘 我騎差不多 原則產業道路 騎到那個阿嬤的現場 騎差不多三四百公斤 我就往那個左邊 那個邊坡 就往那邊丟了 產業道路的邊坡 警方光用響的 就冒出一身冷汗 因為那可不是一般的道路 要找一把槍 根本是不可能的任務 所有草 邊坡的草通通 好像替高高速公路 全部割掉 全部割掉 然後開始排一排 開始找找找找 已經隔了三個多月 現場放眼望去 全長滿了比人還要高的雜草 再加上這三個月內 還時常下雨 難保槍支不會因為大雨衝刷 被掩埋或是衝走 能不能找到槍 警方真的沒有把握 後來又有拿金屬探測器去探測 聽到金屬探測器 發出的嗶嗶聲 連日來熬夜熬到 眼睛快睜不開的專業小組人員 通通精神大陣 這次是不是你當初 所丟棄的薑汁 很像 很像應該是吧 很像 很像 因為我是很衝觸 有租錢 又沒有試探過 換起來 現在人證物證都有了 歷經三個多月的追查 總算讓案子水落石出 只是沒人想得到 從原本的強盜殺人到仇殺 最後竟然變成炸領保險金 只是死者怎麼會願意 犧牲自己的寶貴生命 來換取金錢呢 我們當初來看 那可能是他太太的 他就想要說自己 反正自己 十字不多 如果保險金 如果能勝利領到的話 大概三千多萬的話 你擴置一些債務的話 大概還有一半的錢 可以讓他們生活 可能會過好一點 事發當天 死者林妹早就想好了劇本 準備好八萬塊的現金 還有做案用的槍枝 就差槍手這個角色 我穿都買好了 我穿都買好全部便宜 你就把我拿去 就怕製造那個 我辛苦八萬塊 我就八萬塊 這八萬塊就當作你 一方面是當作說 他八萬塊被 被刑判開槍打死 強劫嘛 一方面就是說 這八萬塊做真的給你 這醜養就對了 只是和死者 死者丟多痛的安民 內心的掙扎 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 當時這個打捏就說 你感到好朋友 我怎麼可能去做這個事 有人拜託拜託 他一而再 再而再一直跟他拜託 拜託 他說我這個我下不了手了 死者自以為 天衣無縫的那套劇本 是這樣子的 當天下午七點多的時候 他們就開著摩托車 一前一後 然後到達現場的時候 他就把車子故意弄倒 那個死者裡面 他就把摩托車弄倒 然後假裝躺在旁邊 就拿出他的帶的 隨身攜帶的那個手 改造手槍 就往他的左胸開了一槍 那開了一槍 可能是沒有命中要害 當時他還是很掙扎 好像都攤開吧 都攤開 然後就在叫了 對 好 然後你再過來是怎樣 慢慢來 慢慢來 當時他就是 看他這樣很痛苦這樣子 所以他得不他 才又補了一槍 就這樣 嫌犯了結了好兄弟 林梅的心願 就照著之前所說的 拿走他身上的八萬塊 製造成強盜殺人的假象 只是經過警方仇死撥檢 讓這起命案真相大白 就這個案子來講的話 你總是 百密會有醫書啦 你兩顆那麼慢也是有香 你要製造那個整個一個 案發的一個現場的一個狀況 你一旦警方介入調查的時候 一定會每一條細節都會查得很清楚 所以你不可能說 可能 你不可能說沒有破綻 終究還是會被警方查到 事實的真相 對身為相代表的未亡人來說 是一件多麼殘酷的事 妻子眼淚的背後 是不捨老公的心疼 死者欠債 加上身體的病痛 把他逼上絕路 走上炸飽一途 如今剩下妻子 賭成家計 自己還白白犧牲生命 千算萬算 都不值得 非常感謝您收看這個小時的 中暗組節目 我是楊如涵 我們下週再會